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尊敬的 诸位 同修大德 及网络前的 同修 大家上午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报道 今天 音言也非常的 舒称 我们上海 和弦道德讲堂 何宫来公私 同修 齐情悟道 跟大家 跟大家 讲一点佛法 讲一点佛法 就是道家的太上感应篇 直讲 刚才我们 听到毅如老师带大家读诵 这本善书 也是道家的经典 也是道家的经典 task 并by Iz 166 aucun 辅 grounds 主《宙仙仙言言器》 一生即利�利 来提倡的 在 并光大师文超 我们都可以 看到 很多 祖师 为 当时的 佛教界 居士 劝大家 要受辞 太上感应篇 另外还有 了凡事讯 安事全书 这个三本书 是印足一生 印随多的 昨天我们 刚从苏州 回到上海 我们在苏州有 林延山寺 这个 寺院 是印光组织晚年 居住的道场 在实验下面 当年印主 他也成立一个 红画社 这个红画社 现在还在 就是专门 印经典 善疏流通的 一个 社团 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经典 委托红画社来 印刑 那么在 红画社 印主在的时候 大臣经典印得不多 数量印的不多 只有了凡事讯 太上感应篇 安事全书 这三本书 印的数量最多 那么印光大师 在我们 佛教界 大家都知道 根据 传记 永诗集 这些记录 的资料 我们 看了 知道 他是西方极乐世界 大赤字菩萨 化身来 那么在 任元经 二十五元通 二十五位菩萨 代表 二十五个元通法门 大赤字 是代表 念佛元通 观音菩萨 代表 耳根元通 那么大赤字菩萨 他是念佛 专家 在任元经 念佛元通 通常我们 在这一章经文 看到 大赤字菩萨 教我们念佛的方法 就是 都市六根 敬念相近 这两句 就是念佛的方法 念佛专家 为什么 为什么 不在这个 念佛方法 起力提倡 反而 教我们 学这三本书 念佛 这些方面 我们必须去深思 也是必须要深入经教 什么叫都市六根 什么叫敬念相近 我们常常听 但是实际上 并没有深入的 去理解 因此实在讲 我们学佛几十年 念佛 念了几十年 可以说 都没有消息 功夫也不能成就 烦恼 忽不住 往生西方 没把握 这个问题 在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特别是中国人 没有接受我们老祖宗 传统文化 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 没有这个人天善法的基础 现在不要说 学大乘佛法 就学个小乘佛法 都不够资格 所以在 佛说观无量受佛经 释迦摩尼佛以神力 释欠十方诸佛净土 给韦迪西夫人看 给他选择 韦迪西夫人选择了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的净土 选择了之后 请教释迦摩尼佛 我们要怎么修学 才能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佛在还没有 教伟提西夫人 这个念佛的法门之前 先给他讲 敬业三佛 这个念佛 法门在观经 讲了十六观 十六观的法 都是念佛法门 从第一观 六六贤古 到第十六观 下品下身 这个 临终十念 慈明念佛 这个十六观 都是念佛的法门法 那佛为什么不直接 给韦迪西夫人讲 这十六观 法 而是 先 劝他要先修 敬业三佛 第一佛 孝养父 奉仕师长 实信不杀 修实善业 第一佛 人天佛 第二佛是 受持三规 居足重见 不患 威仪 这是 第二佛 初世间 二臣的福报 第三佛是 发菩提心 深信因果 读诵大圣 劝尽行者 这是大臣菩萨 大臣菩萨 入世的福报 那么 敬业三佛 我们如果做到第一佛 信念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配 无量寿经的三倍 可以下倍往生 能够做到第二佛 信念念佛求生净土 可以做到中倍往生 能够做到第三佛 信念念佛求生净土 可以上倍往生 所以这个三佛 这个经典 经文的内容 我们对照这个 无量寿经的三倍 往生的条件 也就更为明显 佛给韦提心夫人讲了之后 后面说这个 敬业三佛 是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敬业正因 十方三世诸佛 修敬业 正确的修因 就是三条 不管修哪一个法门 不是说只有修敬重 才需要修三佛 那修其他的法门 就不需要了 不是这样的 我讲了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 包括所有的法门 修敬重 当然 不例外 特别是观经提出来的这个三佛 这三佛过去我们导师上性下空脑上也常常提起 在讲学当中 在讲学当中常常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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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原因就是敬业正因 这个原因就是敬业三佛 第一佛的基础我们都没有 现在学佛大部分都是从第二佛开始 从受持三规 归一三宝开始 去受戒 再来学大乘经典 这个好像盖三层 第一层没盖 那么要盖第二层第三层 怎么盖也是空中楼阁 基本上是不可能盖的 因此学了很多大乘经典 学了一辈子 还是没有成就 所以主持大德 也看到这个问题 所以孕主 他是念佛专家 他一身提倡的 就是很平实的 他不弹弦说妙 平实就是 讲了四句话 顿伦进乎 鲜血存成 信念念佛 求生净土 这个是应主一生 世行化他的 一个 宗旨 那么这个我们看看 就是现在我们 敬老和尚提倡的 传统文化 伦理道德 因果教育 那我们修静忠的人 就是信念念佛 求生净土 所以 应主一生的 教化 就是这四句话 因此我们不能小看这本太上感应篇 因为我们佛教界的总认为 我们的学佛 为什么还要学道家的 如果不是应光主持提出来 大概 大概信佛的人 不会去 学这个台上感应篇 那么一般人 一般信佛的人 他总觉得 那是道家的嘛 那我们佛地址应该学佛经嘛 那怎么去学道家的东西呢 这个是必然的 那么主持的提倡啊 有他的道理 有他的道理 如果不是真正通达经账 实在讲啊 一般人啊 也没有这个眼光去提倡 而且一般人的提倡啊 也没有人会相信 会接受 所以主持来提倡啊 那我们学佛的人啊 才知道去重视 在还没有 我们 讲这个 太善感应篇 之前啊 我们先把这个 唐乡清老居士 他的一篇戏文 跟大家分享 我现在采取这个 讲解的本质啊 是直讲 直讲很简单的 住得很简单的 那这个前面啊 有印光大师的戏文 有李表达老居士的戏文 那么第三篇是 重印这本 直讲的唐乡清老居士 他的戏文啊 比较白话 但是根据印竹啊 这戏文啊 给我们做一个比较白话的 这个解采 那么我想把这篇戏文啊 念一念 大家 可以参考 这个唐乡清老居士啊 也是早年啊 从大陆到台湾的老居士啊 如果他在台湾 我记得好像有办一个 扬善杂志社 我记得好像是一个中医啊 也是前程的佛弟子 我把这个戏文啊 跟大家念一念 印光大师说 太上感应篇 色起 慧己命凶 无善货云之治理 花为先天动地 触目惊心之议论 何者为善 何者为恶 为善者得何善报 为恶者得何恶报 洞悉根源 明落观否 且疑人之不肯为善 而任意做恶者 盖以自施自利之心 使之难言 今知自施自利者 返回思大利益 得大负仰 敢不免为良善 以其负灭 胡及乎 由事言之 此书之一人已生矣 那么这篇呢 也是根据印光主持 这个续文 来做一个比较白话的解释 印光大师 在续文上给我们讲 太上改令篇 摄取慧及利凶 福善福云之自利 这个吉凶 吉凶破福 之自利 这个自利 现在话讲叫真理 也就是 事实真相 花为先天动地 触目惊心之一 读了这个太上改一篇 让我们感到 真的是为触目惊心 但是现在 根据我自己的经验 以前常常听我们 师父上人 敬老和尚 欠我们 要把感令篇做早晚课 那这个是很久以前 在我还没有出家之前 四十几年前 那么听是听了 但是也没有 认真来学习这本书 偶尔也翻一翻 看一看 这个祖师大德讲的 总是 有道理的 但是也没有认真来学习 因此看了 有没有感觉到 触目惊心 实在讲没感觉 那为什么讲得这么清楚 这么明白 我们看了还是没感觉 读了还是没什么感觉 对我们自己的思想 原理行为 还是没有什么改变 这个就是 佛经上 常讲的 业障太重了 业障太重 不能发现我们的过失 不能发现我们的过失 不知道自己的过失 所以虽然看了还没有 什么感觉 这个感觉 就是敬畏之心 这个心生不起来 今年在台北建坛 国际青年活动中心 我们也办了 一个因果教育的活动 讲座 两岸三地 传统文化青年学习 这个台湾大陆 还有其他地区的 这个 学生 我们讲的主题 也是我跟大家 大家来学习 这个太上感应片之讲 另外请这个台北故宫博物院退休的 唐宇玲老师来讲 江老师画的第一变相图 就是因果教育 我们开这个课 第一天就接到这个香港圣庙法师传一个资讯给我 就是14年 就是14年习主席对一些干部讲话的一个节路 大概三十几秒 不到一分钟 那习主席就欠这些干部 要有敬畏之心 几头三尺有神明 要有敬畏之心 所以在上课我就 请这个摄影的连连 把这段话 先播给大家看看 刚好跟我们上了这个课的内容 性质是相应的 那习主席讲的这个敬畏之心 就是此地讲的 先天动地 触目惊心 有这个感觉 才能升起敬畏之心 如果没有这个感觉 就是我们夜上还很重 这个我们要警惕之心 特别我们恋佛的同修 不能不知道 我们恋佛 主要希望这一身能往生西方净土 那么往生西方净土 有什么条件 我们常常做三世信念 这个 弥陀经我们也念得很熟悉 弥陀经修学的宗旨就是 信愿行 佛在这部经 勸信 劝愿 劝行 那么中风国诗 就是在三世信念 这一个开示里面 给我们讲 信念行 这个信 要信留西方净土 信留阿弥陀佛 我试取众生之事 信我有往生之分 这是信 信而无形之不成其信 我们信 我们大家信不信 佛在这个弥陀经上讲 这个法门叫 难信之法 信很难 似乎我们觉得信不难 我们大家都信了 不相信还会来学佛 还会来念佛吗 当然不可能的 所以会来学佛 会来念佛 当然 都有信心 但是这个信 还没有达到经典上讲的标准 我们信是信 实在讲 半信半疑 这个信当中夹杂怀疑 不是真信 所以信而无形之不成其信 这个信 你要透过这个行 才能证实你相信的这一桩事情 那什么是行呢 行则有任言精灵 都是六根经验相近 不假方便 值得掀开 阿弥陀经营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说阿弥陀佛 此此名号 若一日若二日 到若七日 一心不乱 其人灵命忠实 阿弥陀佛以诸圣众 现在极前 世人忠实心不颠倒 即得往生阿弥陀佛 极乐国度 这是弥陀经上的话 所以信透过行 那么行而无愿之不成其行 行是行动 他推动的力量就是愿 我们愿生其方 这个愿 真正发愿 那才会去真行 信念行这三个条件 是不能分的 不可缺少的 如顶三足缺一不可 信行愿 如顶三足缺一不可 那么中方国师把这个 一般讲信愿行 他讲信行愿 把行摆在这个中心 也有他的道理 那么 欧益主师在弥陀耀节讲 行 就是念佛 念佛 才能瞒我们所愿的 瞒我们 愿生西方这个愿望 才能证实我们相信 有西方极乐世界 这一双事情 要透过念佛这个行 来证实我们所信的 我们所愿的 那现在行 我们大家都在行 我们都在念佛 念了这么久 那我们信了没有 我们愿了没有 那我们如果仔细去反省 只在讲信当中有怀疑 愿也是也想到西方 但是这个世界又放不下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关键还是行的 公伏不得力 那么行的标准 就是弥陀经讲的 一心不乱 那么一心不乱 在这个 公伏的层次 它也分三层 最浅的一心不乱 叫公伏成片 浮烦恼 第二个层次 事一心不乱 断见识烦恼 第三个层次 理一心不乱 破浮明烦恼 那么我们一般 在修净土 能够达到浮烦恼 公伏成片 我们这一身 就有把握往神西方 积足信念 你能够共乎成片 浮烦恼 就把握往神西方 如果我们念佛 这个贪嗔痴之的烦恼还控制不住 常常发作 临终就颠倒 这个弥陀经讲得很清楚 心不颠倒 心不颠倒 静中不要求断烦恼 可以横超三界 其他法文 你没有断烦恼 那是超不了三界的 那个标准高了 夜镜清空了 才可以 静中有这个方便 你只要扶住 给它控制住 没有断 暂时不要让它发作 那这样就可以了 这样信念念佛 往神到西方再去断 但是现前 我们要做的功夫 就是要先浮烦恼 这个是我们修静中 这一生想要求生西方 静土的一个重要的课题 我们必须要明了 如果这一生我们真的发愿 那这要真正来念佛 真正念佛就是 要把我们现行烦恼 先控制住 如果控制不住 那灵中烦恼起现行 我们往生西方 就被这些烦恼障碍 心颠倒了就被障碍 这不是佛不慈悲 我们自己的业障 障碍住 所以这个敬畏之心 就是我们修学这本书的 一个重点 我们读诵之后 有没有感觉 下面讲 何者为善何者为恶 为善者得何善报 为恶者得何恶报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服烦恼 要先从断恶修才能做起 我们现在为什么烦恼忽不住呢 不断地造恶业 其贪嗔痴 那烦恼怎么样也忽不住 有一年我到这个马来西亚 东马古境境中学会 前任的会长赖会长 有一天他就给我讲 他说物导法师 这个大师至菩萨 念佛元通章讲 这个敬恋相继 都设六根敬恋相继 他给我讲 他说六根不设 烦恶相继 我说什么烦恼呢 儿子不听话 深烦恼 他给我讲这个话 我也跟他讲 我也很坦白跟他讲 我说我也跟你一样 所以你讲这个话 说明你有心得 起码知道自己在烦恼相继 但是还有很多人 一天到晚生烦恼 他自己还不知道 自己在生烦恼 还以为自己在念佛 念的功夫还不错 那这个就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能够观察自己 知道自己现在的境界 他总是一个明白人 进一步要提升 不能让烦恼相继 要提升到经念相继 那么经念相继要从断恶修缮做起 我们现在为什么度不到经念相继 没有断恶修缮 一天到晚还是朝二夜 没有啊 我也没有杀人放佛 我们如果一讲 那很多人回答我们的答案 就是这样 我又没有去抢劫 没有去杀人 没有放佛 很好 现在一般人 你一问 大概就是这个回答 那这个回答呢 为什么他会这样回答 因为他没有学习传统文化 伦理道德因果教育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他不知道 一天到晚在造恶业 他也不知道 自己在造恶业 以为自己没有在造恶业 那么读了感令篇 我们就知道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对照一下 那才发现 原来我们一天到晚 都在造恶业 都是在起贪嗔痴的烦恼 你说这样 念佛功夫怎么会得利呢 当然是不得利 那么我们写佛也知道 这个 善乐有果报 但是没有深入 它都不起作用 所以何者为恶 为善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我们要先认识清楚 如果不认识 那你怎么去断恶修善 为善则得何善报 为恶则得何恶报 这讲果报 你为善 有什么好处 我们现在来讲现实 现在来讲现实 是在讲没有佛法 讲得那么现实 那么现实就是什么呢 你做善有什么好处 那造恶有什么坏处 读了这个书 能够洞悉跟脸 名落官方 但这个书 我们要深入 深入的去读 才会有感觉 所以啊 这个 我们敬老和尚 常劝同修 读书千遍 其意至先 辩数读少了 我们记都记不住 读多了 印象深刻了 那么那个时候 你就悟触 这个经意 自然就显现出来 其意至先 那我们就知道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就可以去断恶修善 读了这个书 对善恶 那就很清楚 很明白 却愚人之不肯为善 而认立作恶者 该以自私自利之心 使之难以 愚人就是说 没有智慧的人 为什么作恶都是自私自利 那自私自利的目的 总是希望自己得到利益 得到好处 得到利益 那才会自私自利 君之自私自利者 反为师大利益 得大 负养 现在读了感念篇知道了 你自私自利了 不但得不到利益 反而是得到 大灾负 大灾养 那有什么意义呢 那个造恶就没有意义了 你造恶就是要得到利益 现在反而利益得不到 而得到的是灾严 那明白之后 还会去造恶吗 就不会了 会去造恶就是不明白 不明白这个事实真相 那才会去造这个恶意 所以说 敢不免为良善 以其豁灭乎及乎 那我们人啊 总是希望啊 得福免货 由是言之 此书之义人也身影 那么 由以上这些话来看啊 这本书啊 利益人也非常深 又说 此书究极而论 指乎成仙 若以大菩萨心行之 只可超凡入圣 了多生死 断三祸 以正法身 原福慧以成佛道 放七七成仙之 人天 小果而以赴 这也是 大师运光大师的续文的一段话 这本书讲到最高的 就是成仙 因为道家呢 他修学的目标就是成仙 在感动篇里面 有天仙 有地仙 成仙 成仙就是长生不老 修长生之术 那这个道家的最高目标了 那如果以大菩萨心行之 我们学佛的发菩提心 来修学感令篇 不是只有成仙 可以超凡入圣 了多生死 断三祸 见师祸 成沙祸 无名祸 以正法身 还可以 破五名 明心见性大策大悟 言符会已成佛道 还可以成无上佛道 况七七成仙之 仙天小果而以赴 何况只有七七成仙 仙还在六道里面 不出六道 算是仙天的小果 所以这本书 我们以大菩萨心来修行 那么它就是菩萨的六度万恨 不是只有成仙 可以成佛 所以我们学佛的人 也不能疏忽这本书 以为是道家的 从上述 寥寥寥数以 可知印光大师 对于太上感应篇的价值 是如何的赞扬 如何的推崇 那这个印竹的推崇 我们从他这个开示 还有印这个书的数量 就可以知道 印光祖师对这本书的重视 而且极力欠我们 四众同修来修学 可是佛教中高僧的经典太多 大家不免轻视这本浅静的书 因而忽视印光大师的遗教 佛教徒很少有 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 这个事情的确是这样 我们信佛的人 学佛的人 当然都是学佛经 而且这个佛经高僧的经典太多 是我们向往的 去学习的 看到这个感应篇 讲的就是断恶修缮 大家也难免轻视这本浅静的书 因而忽视了印光大师的遗教 佛教徒很少有 诵读太上感应篇的人了 这是真的 那么我自己 也是这个样子 以前 早年听我们敬老和尚讲的 大经大论 我第一本经听的 四十八年前听我们师父上人讲的 就是楞严经 大经 那不是小经 昨天我们到海陵参观安国寺 在镜空讲堂 我也跟汤总讲了这个事情 喜欢听大经大论 因为师父讲什么经 我们就听什么经 师父讲我们就听 那就疏忽掉这本书了 也就没有去重视这本书 那么这里唐老基斯也讲 我也不能例外 唐老基斯讲 我自己也不能例外 所以我看到唐老基斯讲这个话 我也深有感触 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例外 也是 师父讲是讲 也不反对 但是呢 实在讲 也没有认真去学习 总是喜欢大经大论 所以唐老基斯讲出他的经过 我也不能例外 早把这本好书 诉诸高格 诉诸高格就是放在书架 这个也是我干的事情 就放在书架 摆得很好看 从来没有把它拿下来 翻一翻看一看 很少啦 偶尔 也不是没有 偶尔看一看 没有认真去学习 直到1964年 陈范严重的目击 坎坷之中 不免烦恼重生 智慧学佛三十年 对于汹涌而至的烦恼 竟无法控制 他这个体验 我也感同身受 我们学了佛 我们身体有病痛来了 我们自在不自在你 我自己的经验 平常 我听了这些大经大论 那么听到师父上人讲这个经 我也能够重复去讲几句给别人听 也会去欠别人 特别我们修净净法门 我也会欠人家 你要放下 所以给人家祝念 那个 欠这个临终的人 要放下万年 一心念佛了 那总是觉得自己很有把握 这个放下 等到自己生病的时候 原来 不是那么一回事 实在讲 放下 并不是我想象当中 那么简单 在没有生病的时候 那讲得会很轻松 病痛一来 那情况完全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病痛的时候 你要念佛 念佛 你能念吗 你有办法念吗 我是没办法 诸位我是不晓得 但是我是没办法 那这个唐老居士 他也是一样 他这个 严重的目击 就是眼睛生病 眼睛是灵魂痴疮 那一生病 那这个也是很严重的 在这个坎坷之中 不免烦恼重生 不过这个唐老居士 也是很有善根 他也自己 残悔 学佛三十年 对这个汹涌而至的烦恼 竟然无法去控制 才把九速高阁的 太上感令篇拿出来细读 出乎意料的连读数日 竟平息了平日 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 这个时候啊 也是因年到啦 才把这个九速高阁的 太上感令篇拿出来细读 细细的读 那可见的以前啊 读是读的 没有细读 我也是这样的 读是读的 浮沦吞澡 没有仔细的 去读手 去逆行 那么读了数天啊 平息了 平常无法控制的很多大烦恼 那这个读了就有心得了 读了有心得了 所以我们读这个感令篇啊 读到呢 你感觉啊 平息很多大烦恼 平常我们看到很多事情就要生气 贪嗔痴就要起来 现在呢 可以平静下来了 不像以前那么冲动啦 那就效果就出现了 还要继续用功提升 从此每日读诵 精神日益双朗 身心一跃得未成有 所以唐老祭司啊 从这个时候啊 每一天读诵 那么精神啊 越来越好 身心一跃得未成有 所以我们生病啊 我们看到唐老祭司 这个心得报告 我们要学习 我们生病啊 我也是生病专家了 从小病到老 现在还是病很多 今年还去住院 病很多 那病怎么来的呢 病已无夜深 夜已无心深 病从照夜来 照什么愿 照恶愿 贪嗔痴嘛 我们做三心念啊 每一时都要忏悔一遍 往昔所造诸二夜 皆由无始贪嗔痴 我们念得很熟悉啦 但我们有没有忏悔业障呢 没有 只有口头在念 为什么没有忏悔业障呢 因为啊 不知道什么叫贪嗔痴 你读了感应篇才知道 哦 哦 原来这个就是通通通是贪嗔痴 贪嗔痴满一二间 所以读了这个书 就是帮助我们颤除业障 断恶修缮就是颤除业障 所以我们有很多病 我建议大家读三百遍 读三百遍 不然你找这个医生找那个医生 实在讲 神仙下来也没办法 活菩萨下来也没办法 因为你一直在招恶业 佛只能劝导我们 他也不能代替我们修行 他只能教我们你怎么修 把这个理论方法告诉我们 他也不能替我们修 如果能够代替我们修 那事情就好办了 我们大家现在都成佛了 也不用 佛也不用讲经说法了 所以这个唐老基士这个书 这个 他的心得 报告 知我们来效仿 所以现在呢 我最近啊 今年就生病了 所以 这个六月出去住院 住了五天 所以我七月 就赶快讲感应篇了 因为我在跟唐老基士一样的嘛 病了之后啊 躺在那里 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那么生病啊 现在有很多人都不能公开 不让人家知道的 我是唯恐天下人不知道我生病 所以住在医院啊 常跟医院讲啊 旁边有一个人啊 他问我你以前有什么病 我说我有事高 那旁边有人在 方便给他听嘛 我说 我都公布的 我说恐怕没有人知道我生病 现在有很多人啊 生病还怕能知道 有失尊严 我说没有什么尊严 躺在那里还有什么尊严 任人家宰割 还有什么尊严 一点什么尊严都没有 生病就生病嘛 所以我一二年啊 到那个是医院检查市高 到美国加拿大去 做法会行为演讲 我事先就把医院那个检查报告 我说列印啊 发到请我去 讲经做法会的镜中学会 在前美在加拿大 我通通印出去 我说现在有事高 医生说随时会心肌梗塞 会往生的 我说如果 不好意思 如果我走到你们哪一站 刚好在那里往生 那你们要帮我住恋处理善后 大家接到我这个报告 那么童修压力特别大 所以这个生病就是业障 要参除业障 那么这个感应篇啊 我们如果有什么病啊 我建议大家读三百遍 当然如果像我们老上讲的三千遍 那更好 三千遍啊 不但你病好了 大概也成仙了 没有成佛 起码也成个仙了 长生不老了 这个大家要不要呢 或许大家觉得 现在赚钱重要 你现在身体好好的 觉得赚钱重要 我告诉你 生病躺在医院 你就会觉得 什么都不重要 身体健康比较重要 对不对 这是真话 这个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老同修了嘛 也不需要讲一些什么客套话 这是事实 真相 所以身体健康还是第一个 你看现在有很多人 企业做了很多钱 也赚了很多 三四十岁 四十几岁得重病就死了 你说赚那么多钱 它意义在哪里 那也用不到 不管年轻 不管这个年老 身体健康还是第一重要 那么身体健康啊 要身体健康啊 就是要读太上感灵篇 为什么呢 因为太上感灵篇 到家呢 他修学就是要成仙嘛 那么成仙啊 这个 就是长生不老 那怎么样才能长生不老 他一定身体健康才能长生不老 如果一天到晚病哈哈的 他怎么长生不老 这要想一想这个道理 到家修的就是要长生不老 就是身体健康啊 没有病痛啊 那到家呢 他还能修的天仙比较高的 他还能 驾赫 西归啊 超级动天啊 所以他这个法术 练这个长生不老的法门啊 要有感灵篇的基础 没有感灵篇的基础啊 那修什么屁股法 练什么气功练什么 没有用 其实不会成就的 那这个唐老基士有这个经验啊 很值得我们参考啊 所以我们现在哪里痛哪里痛啊 这个庄严常常讲这里痛哪里痛 我现在读三百遍 你要把去找医生那个时间来读这个 保证好 我欠他 他说好 但是有没有去 去落实 我就不知道 还是痛 所以我们同修有病痛的 建议先读三百遍 我不要要求我们老上那么高 我们老上是三千遍 那三千遍 这个感灵篇不是很长 我们老上读的是 无量寿经三千遍 你这个先读三百遍 再来读无量寿经 那就不一样了 但是读这个经啊 我们要恭敬自成来读才会有效果 不能像读一般小说那样的读 不恭敬 不专心 读一读啊 听个手机 然后讲讲话再来读 那个效果都不好 读经的时候你要放下万年 这样专心读才会有效果 平气万年 不要读一读啊 心里又在想手机 那这个就没效果 这读诵啊 这个原则 所以 这个堂老基斯啊 得到这个效果 因此 我更亲近提倡这书的 印光大师 确实具有真知灼见 不愧为我国佛教界 第一流的高僧 成为一代祖师 实非偶然 那这个是赞叹祖师的 真知灼见 感念篇的特色 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 发扬善恶因果的智力 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 红画社 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命篇 红画社现在还有 在苏州 那么红画社是印光主持创办的 那么大量流通这个太上感命篇 了完事件 安事前书 这三本书都是讲因果教育 或许有人要问 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 太上感命篇的天地神明 尚未出离三界 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 这个话也是我们学佛的人 的一个疑问 不错 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 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 一身说法红画 也是上乘佛子 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 可是我们要明白 并不是教我们会去三界的一切 或藐视三界的一切 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 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 遵守三界的法纪 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 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 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 是三界中的凡夫 而因而横冲直撞 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 这样岂不是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 车祸恒生的恶果呢 生存在三界之中 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 何况啊 维系 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 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 神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 可怪少数学佛的人 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 竟要排斥天地神明 藐视天地神明 以致印光大色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 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 影响所及 从1950年至1960年 短短十年之中 佛门内轰动社会 损害教育的不幸事件 层出不穷 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 不仅不能改善是非风气 连佛教内部的风气 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 那么这个也是真话 我们学了佛 也要从基础学起 不能认为这个 哎呀 这个是人天善法 我们学佛教出三界了生死 还学这个干什么呢 问题啊 我们还没有出三界 脱离六道轮回啊 这些通通要去遵守 就像我们在马路上啊 也要遵守 交通警察的指挥 要遵守交通的秩序 不然就大乱了 那么佛门 如果不从这里学起啊 从人天善法做起 超越六道啊 实在讲啊 没指望 没有基础 提升不了 想要提升也提升不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从这个做起 那么阴光大师提倡这个书啊 也有很多佛教界啊 不以为难 但是我们现在看看社会风气啊 真的啊 包括佛门里面的 如果不依照祖师 这个指导来学习这个书 的确啊 不但啊 社会风气不能改善 连佛门里面啊 都问题很多 在下面我们把它念一念 很多人不肯行善 偏要作恶 最大的原念是由于天良明面 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 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 提发天良 这一念是万二的货源 那么这个也是真的 因此 因主啊 他主要请念佛人啊 也必须啊 有一个做人的基础 这样念佛求证净土才会有把握 还有很多人 亲世太上感应篇 认为仅是人天圣而已 殊不知佛圣虽高 应以人天圣为基础 做人没有做好 如何能成佛 万上高楼啊 应从平地做起 博士虽高深 躺无读过小学 又如何成为博士 所以太上感应篇 即使仅是人天圣 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 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基础 这个基础非常重要 也就是我们观经敬业三辅的第一辅 属于第一辅 那么我们敬老和尚 把这个列为第一辅的第三句 持信不杀 这个讲因果 这个后面啊 我自己一个节语念一念 那其他比较长 大家有时间自己看 太上感应篇这本书 已虽浅进 大义身心 对于子二行善的促进 既能发生较大的作用 乃遵循阴光大使的仪教 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指讲 希望大家诵读奉行 奠定人天圣的基础 进而念佛求生 敬佛 了生托死 1971年12月 写于台北 这个唐老基士啊 他写的比较白话 比较长 讲的比较多 那么我们读这个续论啊 就是知道啊 他的一个重点 主要是他把他的这个经验 提供给我们 读诵 学习这个感应篇的一个心得 那么这节课啊 还有六分钟 这个 前面啊 大家现在呢 用的课本是这一本 是不是这一本 我用的是这一本 我用的这个课本是指讲 印光大师跟李北南老师 这一本是三本合刊的 有地址归感应篇十善页 三本合刊的 这个里面没有注解 指讲他要简单的注解 我下一次啊 我想排版啊 把这个指讲啊 用这个 大陆的简体注音 来流通 现在呢 我是 有把这个感应篇啊 这个原文 还有 这个正体字的 旁边注解体字 还有拼音的 方便大陆同修来 认识啊 我们老祖宗的文字 我们中国人啊 不能不认识老祖宗的文字 这个是不可以的 我们现在提倡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了 它的载体 它的基本就是文字 你这个文字不要啊 那谈什么中国文化 所以我们在提倡啊 一定要从文字学提倡 要从文字学 我们学习啊 这个传统的经典啊 才会有感应 这个正体字的经 跟这个简体字摆上去啊 磁场都一样 你们没感觉 我有感觉 但是如果你接触传统 这个文字久了 你就会有感觉 你就能昏变出来 还有竖板跟横板的 磁场不一样 现在呢 这个有做竖板的啦 已经有恢复一部分 但是文字没有恢复啊 我们老祖宗教人啊 都是依照啊 道家讲的道法自然 这个习主席也讲啊 道法自然 这个天地人啊 道法自然 什么叫自然呢 我们人啊 是占着嘛 直立的嘛 所以我们人啊 我们祖宗给我们讲啊 头顶着天 脚立着地 叫顶天立地 人是不是这个样子 中国人是这个样子 外国人是不是这个样子 一样啊 那这个是什么现象呢 叫自然嘛 它是这样的 本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文字啊 用直行的 外国是用恒的 那什么是恒的呢 我们看动物 猫啦 狗啦 是恒的 对不对 这是自然嘛 这个 那恒的嘛 那恒行霸道 就都畜生道 这佛经讲的 你要提升还是要把人降到畜生道去呢 我们是有文明的国家民主 外国没有 他们要向我们学啊 所以这几天啊 我从胡州到苏州啊 这个 这个英国威尔斯大学校长夫妇来啊 他就是来学传统文化的啊 昨天才跟他分手啊 他去苏州顾德啊 看得非常赞叹 而且啊 我们 昨天晚上啊 那个苏州武董还带我们去听昆曲啊 我第一次听昆曲 所以讲我也听不懂啊 所以去听了昆曲啊 就那个老街啊 听昆曲 我们 一些传统文化 现在外国人他们在找的 他们在找的 那我们东方啊 我们中国啊 是东方文化的代表 竟然带头不要了 这个也是 不可思议的事情啊 靠去佛情来讲啊 不可思议啊 因此啊 我们发心 现在在习主席这个 带领之下呢 大家同共发心啊 来 配合这个政策啊 因为十九道之后啊 也这个 定了这个政策啊 大家要来 要来响应啊 要来配合啊 这个是非常难得啊 这个我们国家民族啊 出现了 曙光啦 希望我们同修大家 同共发心 现在我知道你们看了不习惯啊 看摇头的习惯 看点头的不习惯啊 所以 我们老上长讲啊 点头好还是摇头好 大家是想一想啊 好 我们下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